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经是神所喜悦的 赞美是一种态度 有点我再说赞美跟感恩是一种的态度 而这个态度会影响了你我外在的行动 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们会赞美神 如果你经历过上帝是好的 如果你经历神的良善 你经历过神的信实 你经历过神的慈爱 你自然就会赞美神 因为你经历过 所以你很自然的 你里面有一个领受 所以你就会在你外在的行动上 起来来赞美神 所以换句话说向神赞美 向神感恩 向神敬拜 不是一个礼拜 礼拜天11点到12点半 这一段时间叫做敬拜神的时间 各位姐妹 赞美感恩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形态 你说Amen Amen 所以换句话说你不是只有礼拜天早上感受到神的爱 你不是只有礼拜天来敬拜神 你应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经历到上帝的信实 祂的慈爱和祂的丰盛 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能够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 所以我再说一次敬拜感恩 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跟态度 那弟兄姐妹我要说 你很容易跟人家一个人说谢谢 但是你的内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感激 我再说一次 You can say thank you but without the appreciation 所以谢谢这句话 有可能成为我们口中的一句口头禅 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说谢谢 可能是因为我们客套 可能是因为我们出于礼貌 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心里面真的有感激的时候 他做出来的就完全不一样 Amen 如果一个先生会感激他的妻子 在家里面所付出的一切 他不会回到家里面 翘起二郎团磕查看电视 Amen 他如果真的从心里面感激他的妻子所做的 那么他就会很自然的 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来帮他们 所以各位我再说一次 We can say thank you but without appreciation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 那十个长大麻风的 十个里面只有一个回来跟耶稣说 谢谢 他不是只有谢谢 而是真的从内心里面发出那种感激 我要说可能那九个长 其他的长大麻风 他们当下只是说了谢谢就走了 也就忘了 那是只有那个长大麻风的 亲自回到耶稣的面前来 服务在他的脚前 献上他的敬拜跟感恩 所以第一个我要分享的 赞美是信主的人口中所结的果子 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 你的周报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 来请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什么叫做赞美 是信主的人口中的果子 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在想什么 我们的口自然就会这样出来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心是充满苦毒 充满埋怨 充满伤害 你说出来的话 自然就是批评论断救主 但是如果你的里面是充满感恩 你的里面充满赞美 你说出来的话 自然就是会造就劝勉和安慰 所以换句话说 人的心是怎么想的 他的鬼人就如何 人的心是怎么想的 他的话说出来就是什么 神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生死都在舌头的群下 喜爱他的 必是他所结的果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你我口中所说的话 最终是会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为别人祝福的时候 圣经说 当你祝福别人的时候 如果那个人配得祝福 那个你为他的祷告 你为他的祝福 就会临到他的生命里面 但如果你为那个人祝福的时候 那个人不配领受 这个祝福会回到你的生命来 弟兄姐妹 划不划算呢 划不划算呢 万句话说 如果你批评 你论断那个人 我告诉你 有一天他会 咚啪 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生死都在舌头的群下 喜爱他的 最终是一定会吃他的果子的 所以兄姐妹 我们求生帮助 所以在教会里面 不要因为他们讲鬼话 对不对 鬼话连篇 他们都在讲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不要只有讲人话 我告诉你 在教会里面 我们应该讲神话 好容易 Amen 要讲出神的话 让神的话可以造就 劝勉和安慰 Amen 兄姐妹 如果你不读基 你不道道 每天不灵修 你讲不出神的话了 了不止你讲人话 但是也更糟糕了 一天到晚讲鬼话 所以就从几个求神帮助我们 赞美 是信主的人 他们口中所结出来的果子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内心里面满的是什么 我们讲出来的就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回去看新约书信里面 保罗写书信 你真的回去今天看每一节书信 他写信的时候 他就问候当地的教会 菲利比的教会 哥罗斯的教会 哥林多的教会 他写信的时候 他都会讲这一句话 每逢我想起你们的时候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 Amen 保罗想到 提撒罗里加的教会 他就为提撒罗里加教会 他们的那种的捐献 他们那种的慷慨来感谢神 保罗写信给以佛所教会的时候 就为以佛所教会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和那个爱心 他为他们感谢神 保罗写信给菲利比的教会的时候 就祝福 而且鼓励了菲利比教会 在各样的困难中 还要靠主常常流行 所以每逢保罗写信给的教会的时候 不是写到说 写到我 我到你们那边的时候 你们跟我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困难 你们没有记得我 都不是 保罗写信的时候 都写到 他想到他们的时候 他就不住的为他们感谢神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到你隔壁的弟兄 或者姐妹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转过去告诉他 我想你的时候 都是想你好的 Amen 可以吗 你可以告诉你旁边的人 我想你都是想你好的 Amen Hallelujah Amen 所以兄姐妹 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 我们的口里面 就一定会讲出来 所以真言书4章23节一起来练买 所以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从心发出来的 你的行动 是受你的态度所影响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里面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做出来的就是什么 你知道有时候 我发现有一些教会的基督徒 或者是刚信主的 他们很可能能够好像 变得更属灵 所以呢 我就发现有一些基督徒 信了主以后呢 生命还没有到那里 但是他们很想像这些属灵成熟 或者是说在主里面很久的弟兄姐妹 兄姐妹我要说属灵不是做出来 属灵是你内心里面 经历了神的改变 你很自然在你外表的生活 在你的态度当中 就会流露出来 你说Amen吗 所以兄姐妹 我有一次我去 在一个聚会里面 我就发现那个人 才信主没有几个礼拜 我不是陪伴你 然后呢 有一次在一个祷告会里面 那所有人都在这里祷告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认 然后后来他发现 有人在祷告说 哇 被圣灵充满 然后呢 他就觉得说 自己没有方言祷告 有点不太好意思 所以呢 他就看着祷告 祷告 就自己在那边念念念念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说 他到底在念什么 那我就过去 我说 我说弟兄啊 你刚才这个 我说不是啊 我看他们讲对东西 我听不懂 但是好像觉得不错 所以我也跟着念念念念念念念 我说 我说懂懂懂 你停下来 你需要让神来帮助 Amen 你邀请耶稣基督寄到 上帝自然会将祂的灵充满在灵上 你自然就会有方言人在那里 Amen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 基督徒我们 我们救恩 救恩其实是非常实际的 救恩就是 上帝要我们回去做 原来我们被造的自己 Amen 我们不需要做别人 我们需要做我们自己 所以属灵的事情 也不是去去掏袭 或者去模仿一个人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的是 在基督的里面 活出我们自己被造的目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心想什么 我们自然就会 活出来是什么呀 弟兄姐妹 容许我这样讲 在教会里面 也不一定只有这样 这个 各位 我的意思是说 你心里面有难处的时候 你可以抱怨神吗 哈啰 兄姐妹 所以我们就很挣扎 基督徒呢 在很受苦的时候呢 那还要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不是叫我们 讲感谢主 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大卫其实是一个 最真情流露的人 我为什么鼓励你读诗篇 我要告诉你 大卫是一个真实的人 在诗篇 诗诗诗篇 二十三节 他说 上帝啊你要睡觉 睡到什么时候才起来啊 弟兄姐妹 你回去看 不是我讲的 诗诗诗诗篇 二十三节 大卫在各样的 宽乐 在苦难的当中 他觉得神睡着了 他说神啊 你要睡到什么时候 你才起来啊 我在这种 受福的当中 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事 很真情流露 我们看到大卫说 主啊 你要忘记我到什么时候 恶人昌盛 义人受苦 上帝啊你要忘记我到什么时候 弟兄姐妹 可不可以这样祷告 Amen 大卫看到二人欣妄 看到二人发妄 一人受苦的时候 他说上帝啊 你为何眼面不看我 弟兄姐妹 你可以这样祷告吗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我觉得大卫很真情流露 他每一次一大点 我常常发现大卫的心事 I'm not I'm not you know 有时候我看了整个CVM 哇他一直在那里 好像很confuse 神啊你到你哪里去了 神啊你为什么呢 讲一大点 他最后的 他都会赞美神 Hallelujah 所以我常常觉得 大卫可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常常省之不清 但是不是的 大卫是真正把他内心的拦住 向神呼吁 从他内心的身处 向神说 神啊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的时候 他说 因为我的神啊 我要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脸上的荣光 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避难所 Amen 他最后把所有的苦 转变成对上帝的赞美跟敬拜 Amen 因为他过去的经验 使他知道 神是信实的 Amen 所以各位 容许我这样说 如果处以你内心真实的敬拜 处以你内心真实的感恩 神都会听见的 所以以赛亚书29章13节 你说怎么样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但是他的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只不过是领受人的 什么 所以弟兄前面 如果牧师跟说 弟兄前面那我们说Amen 你不想说Amen可以吗 如果牧师说Hallelujah 你不说Hallelujah可以吗 如果我们所做的 只是出于人的吩咐 神不会听到的 Amen 你可不可以不讲 可以的 神都知道我们的内心 神也知道我们的难处 Amen 但是如果你说Hallelujah 你一定要从你的内心里面呼喊Hallelujah 神你是佩得赞美 因为你太棒了 Hallelujah Amen 所以各位 我要讲的是什么 基督徒或者是我们的信仰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在外在的形式 而是真正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 我相信当我们的口跟我们的心一致的时候 会释放上帝很大的祝福在我们中间 Amen 各位 我们唱 星河的战略 Amen 如果我们只是跟着歌词站在那里唱 你跟着那个melody站在那里唱 你跟着那个melody站在那里唱 你跟着你的心 你的心也没有接受这个战 Amen 我听过有一个人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 你的手可以签一张支票 Amen 你的手可以签一张支票 但是真正能够真正给的是你的从心里面给出去 Amen 所以听我讲的 重点都不在这些外在的行动 外在的现象表达 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Amen 所以this is what attitude of gratitude 一个感恩的态度 你的外在的行动是受你的态度影响 你的态度是受你的心影响 Amen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跟一个人说 哎呀弟兄 哇 谢谢你开心 哇 真的很开心 看到你 哇 真的多祝福力 你觉得他来这边干什么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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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zzle 我不是说不定 但有可能 Amen You say thank you 但你又要拿不屑 我们也可以跟神说 Thank you God But our heart is not appreciate Unless 除非 我们的心里不是真正的说 You are so good God you are so good to us to me Amen 即便 当你的心是这样爱神的时候 我要说 你在最困难的时候 你的心里人就可以赞美神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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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因为你的心是爱神的 你的心是要神的 你的心是要神的 所以即便在困难的当中 你还是能够感恩 你能够赞美神 所以各位 我要这样说 如果不是从我们的内心出来的 这都变成一种责任 变成一种义务 变成一种立神公式 最后变成一种压力 最后我们就变成一种宗教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后来责备法利赛人 他们有坏了的境界 但是他们失去了内心的实质 Amen 所以第二个我要分享的 赞美是一种感恩 感恩赞美是一种生活方式 诗篇103篇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一年 来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祂的圣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它的 各位你们看到在自己的经文里面 几次大卫对自己说 我的心啊 Oh my soul 因为圣经说 from head to toe 从头到脚都要赞美面 罗我的神 所以各位 什么叫做不可忘记它一切的恩惠 因为圣经翻译说 don't forget a single blessing 连圣经任何一个小小的祝福都不可以忘记它 大卫归手是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不是因为他的行为非常的完全 也不是他没有任何的错误 其实你回去看圣经里面大卫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 甚至他也犯了很严重的罪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神说 这个人是和我心意的人 为什么 因为大卫是一个懂得神的心 他懂得用他的心去对神表达他的爱的进化 大卫写歌 大卫弹琴 大卫跳舞 大卫用各样的方式去表达他的内心对上帝的爱 所以我要说他是一个追寻神的人 弟兄姐妹 你不可能有感恩 但是不付代价 我再说一次 Appreciation make you sacrifice 你不可能有感恩 但是你的内心里面不付出代价 各位你看到大卫 他对神的感恩 他对神的敬拜 你光是看他从 把约会迎回耶路撒冷 他为这件事情 这一路上他献上了多少的牛羊 烧在上帝的面前 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配备 他为着感恩耶路华神的约会 从基列耶里回到耶路撒冷 他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大卫心存感恩 他不在乎献多少的牛羊 圣经告诉我们 每一种七步路 他就献五只公牛 五只公牛 各位 我都不知道这一瓶子上 那个Valicune的味道 肯定是非常好 大卫 他是被祝福 他透过他的祝福 他透过他的祝福 来表达他对上帝的感恩 所以我要说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一定会付出行动 各位上个礼拜我提到的十个掌大了 我们最后那边回来的 各位你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心里面 那个淫乱的妇人本来要被虚头打死的 但是到后来因为耶稣拯救了他 对吗 最后他怎么样 他把他最珍贵的拿到香膏 拿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咱们打破那个玉瓶 把整份的香膏怎么样 刚才变出这条件 对吗 所以各位 Appreciation Let you sacrifice Amen 我相信这瓶真拿到香膏 是每一个犹太的女子为自己出嫁的那一天 一生就预备这一罐 那是他为了要不要拿对主的救恩 对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拯救 She sacrifice Amen 各位 什么叫真拿到香膏 如果我用今天的话就是chanel number 5 最大笔 各位有没有chanel number 5 你是怎么用的 你是怎么用的 你是这样 就够了 就已经够香了 Amen 但是他怎么样 他是把整体打破了 然后告在耶稣的身上 哇 听懂姐妹 如果chanel number 5 今天在这里打破了 我告诉你全家会都能到 Amen Hello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 真正从内心里面对神的敬拜 神一定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不一样 但是神一定知道 所以我要再次的说 求神帮助我们感恩跟敬拜 是我们的一个 生活的方式 Amen 不但如此 最后我要讲感恩跟敬拜 是我们争战的力气 Amen 当我们学会感恩 当我们学会赞美的时候 你会看到 上帝怎么样为我们来接战 哇 很多东西我要跳过去 佣姐妹 或许有人说 我这一年糟透 我这一年的生活 一团混乱 我什么事都不顺利 我要感恩什么 佣姐妹 如果你我要等到每一件事都如了你的愿 如了我的愿 我们才能感恩的话 那么佣姐妹我们一辈子都不会等到那天可以感恩 你同意吗 Amen 你又等到每一件事都解决了 环境改变了 人的问题都改变了 你说上天那个时候我就来感恩 佣姐妹我要恐怕你等不到那一天 因为生活中各样的问题是不断来的 没完没了 Amen 但是我要在各样的软弱 在各样即便看不到的时候 我仍然要向神献上我的感情跟赞美 Amen Amen 今年对我来讲是非常挑战 我的爸爸送到安养院中风 我的妈妈失智送到日托 我的妹妹丢医症送到医院 听姐妹 这一年对我来讲十分的艰难 想到他们三个人在家里 我一个人在这里 心里面在 人在这里 信在台湾 想着他们 帮不上我 不知道他们的困难症 不知道要怎样安慰他们的心 昨天我的弟媳妇又告诉我说 我妈妈 我的小阿姨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妈妈跟她讲了三分三十分钟 以为是我妹妹 我一听的时候 我的心就掉到了谷底 我说她怎么会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就跟我的弟媳妇说 可能妈妈想妹妹想 想得太深了 然后我妹妹 也起色得很慢 但今天怎么 我在看了那个LINE之后呢 我就 TASP 那我就拿起我的吉他 我就唱一首诗歌 我知道谁想管明天 我不知道明日讲如何 或是阴南 或是益南 我不知道我明天要怎么走下去 But I know He holds the tomorrow 我就拿起我的吉他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I don't think to understand But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my heart 你就开始这样一声 当我一边站着一边留在的时候 我就觉得神安慰了我的心 我就 text给我的弟兄父母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这一家子都在神的手中 阿们 兄姐妹 你要选择到哪一天才要开始向神现场 各位我要结束在这里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怨恶 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心中没有诡章 撒但来到神的面前说 为什么 为什么约伯会这样来祝福 这样敬虔这样来爱你 是因为你祝福了他 撒但就说如果你撑去所有一切的祝福 你看这个人会不会继续的敬拜 撒但就对撒但说 ok 你可以去试炼他 但有一件事你要承认他的生活 所以撒但就离开了神的面去到他约伯了 你怎么样 就试炼约伯 听伯会拿着瓦片在那边刮自己的 听伯会的情何以堪 约伯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是说 算了吧不要信的这个神有什么用啊 我是为了财产都被了儿子一夜之间全来的 这个神有什么好信的 约伯不是这样说 约伯说我不容许我的口犯罪 上司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承受的 约伯没有因为他受苦 约伯没有因为他碰到困难 所以他的口就不讲赞美的话 Amen 约伯说上司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 他的名应当承受 刚才我唱的那个时候 You give and take away Amen 我们领受的是我们的位 Sherish God Hallelujah 但当你经历take away的时候 我们的心还能够感谢神 我们的心还能够说 主啊 虽然我很苦 虽然我很艰难 但是神我相信你这一切在你的手中 Amen 不但若是最糟糕的是约伯的妻子 来到约伯的旁边看到约伯这么辛苦 约伯对她说什么 她不是说哎呀老公啊你好辛苦啊 哎呀我跟你同心我们一起来经历没有关系上帝回报 那她的太太跟她讲什么 你这个样子啊你干脆弃绝上帝算了 各位最苦的一个说就是你的配偶不了解你对吧 你明明在受苦这么厉害 他还在火上加油 他还在那边讲风凉话 他说你干脆弃绝上帝算了 但是神经告诉我们 约伯定义不以他的口得罪神 所以我发现 约伯是一个懂得敬拜 约伯是一个懂得感恩 约伯是一个懂得赞美神 Amen 怪不得你回去看约伯的最后 神还给约伯的是加倍 Amen 以至于我经历到说 我从前封闻有你 但今天我亲眼看见你 因为他的感恩 因为他的赞美 因为他的摆上 定义不让他的口 有任何得罪神的地方 Hallelujah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的健康过程里面 弟兄姐妹我们会面对问题 我们会面对困难 我们会面对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跟难处 但我们定义赞美神 我们定义说主 谢谢你丰盛的供应 Amen 兄姐妹因为 因为你口中所说出来的 你一定会听见你自己的脖子 所以各位 去年我有预备 Amen 可以预备 去年我有推动这本书 后来我 这几天我拿出来看 不太贵 这本七块钱 我只剩五本 对不起我不是那麦书 但是我这个礼拜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七块钱 可能会改变你整个一生 你有可能改变你整个一生 各位我要说 你信的对 你活出来就是对 Amen 你信错了 你整个就要一直都错下去 你可能信主还觉得你是对的 Maybe yes Maybe not 各位当我在看到这点说 哇我觉得每个宣道很好 我列几个给各位听 他说我的口 是神国度大有能力的气力 哇 Amen 我每天都把好东西都一直存进来 可以吗 然后呢 我的话也会有更多展现我里面 可以对神的信心盼望跟慈爱 Hallelujah Amen 所以各位你的口要不断的 领受神大能的祝福 Amen 所以这个祝里面的一间 他都有一个 他都有一个 一个祷告一段的经历 一个宣告 整整四十天 这本书叫做四十天点燃信心 各位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拿出来再看的时候 哇 我自己很得祝福 所以各位我们需要学习 在信心里面来感恩来赞美 这另一个给各位听 他说 我的前途如神所应许一样的光明 Amen 因此我是一个充满怕道的人 我期待着神的美善 在我生命中和我环境中 每一天都在增长Amen Amen 用前途如神 你需要这样的话 Amen 我地球有很多 走 我在看起来是失败的时候 好吗 我在看起来是失败的时刻 我要观其快乐 因为这个时候 是我生命中的关键 圣经说我是怎么样的人 我就是怎么样的人 Amen Amen 用前途如神 圣经说你是什么样的人 圣经里面怎么说到你 圣经里面怎么说到你 圣经怎么说到我 我怎么知道 可见就是你没有读圣经 用前途如神 圣经怎么说到你 圣经说你是自保自尊的 Amen 哈啰 你是神所宝贵的 Amen 你是圣洁的国度 你是君尊的祭司 你是属神的祭司 Amen 神看你为保为主 所以各位 你怎么能够看到 你自己的内在的生命 这本书小圣经里说 圣经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真的是什么样的人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就天天跑三年半 圣经告诉我们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并不是缺乏 Amen 你可不可以把那个代名词 这个我太诚是这样的 Amen 耶和华是Jeky跟路者 Amen Jeky就不自缺乏 可以这样祷告吗 Amen 这样有没有比较related 耶和华是欧阳跟路者 欧阳并不自缺乏 所以今天讲 圣经怎么说 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灵 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介绍我们的感谢 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感恩节要到了 刘姐妹 上礼拜五在销售里面 我有很多人问我说 不是感恩节 感恩节到底什么意义 有一个人就回答说 感恩节就是火鸡嘛 我知道只有一个一定不会感恩的人 那就是火鸡 因为这一天他需要sacrify 那感恩节是什么 感恩节是我们 向神卸上了祂的感谢 为这一年祂奇妙的丹 Amen 为这祂奇妙的供应 But I will say again Appreciation Make you sacrifice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带什么到圣灵的面前 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 求主帮助我们 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祢 我们一同站立在祢的面前 宣告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我们有一位好的天父 所以祂没有留下 任何一样好的东西不给我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主耶稣我们使我们 使暖弱的变为刚强 使贫穷的变为富足 主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 不但是我们的口价来感谢祢 主我要向大会说 我的心啊 祢要承受耶和华 我的心啊 祢要承受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一切的都要赞美祂 赏识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每一切应当承受的 主我们把一切的赞美归给祢 我们把感恩的祭带到祢的面前来 主谢谢祢 约纳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全天祢